小時候 你都牽著我的手 給我買糖 送我上去 教我做人處事 告訴我 將來要做有用的人 省吃減用 只為了讓我接受最好的教育 補英文 上數學 不要輸在洗澡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相處的時間 越來越少 甚至一年計算 家中有高齡長輩的觀眾朋友 你們要注意了 今天有一起67歲高齡老翁 悟性有人高報酬投資 被騙去畢生積蓄 老翁無法接受這樣的 新鮮一次都失去的消息 昏厥在家中 目前正在急速搶救中 我們將畫面交給我們的主播 爸如果 我能多陪伴你 說說話日常頻繁關心心話 是不是就能促成悲劇發生 爸 你一定要醒來 兒子還沒人讓你想 那都騙人的啦 八點檔的濟情 也要小心 人家的警察有說 剛才來路不明的機關 服務人員 經問待訪 接著電話 簡訊 甚至電子郵件 我們都要認真 來插錢 來報警 爸 還有啊 如果有人要找你做高報酬投資 還是什麼保值理財啊 還是有人要跟你借錢 你千萬都要防範 不然你就會成為待宅的羔羊 知不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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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